國民黨質疑高端通過EUA黑箱作業 主席江啟臣到北檢 按鈴申告失職官員 市長您怎麼看 我想昨天對這個議題有初步的回應 我想在訴訟的部分 我想以新北市政府的立場一定是予以尊重 不過訴訟是一回事 重要的是 國產疫苗的未來會在哪裡 國人對國產疫苗的信心 會不會受到威脅 因為有些事真的是急不得 政府的作為 身為政府到底要做什麼 是要穩定社會 化解紛爭 可是從上次的未解封 到國產疫苗的發展 昨天的通過緊急授權 感覺都是爭議的開始 所以政府該做的是 穩定社會 化解紛爭 不是去讓這個爭議 變成全國在那邊討論 我想這次的國產疫苗 昨天有特別提到風風雨雨 很多人都說它是按著劇本走 從陳委員的辭職 到大批的更換委員 到昨天開會的過程中 沒有錄影 我想這些的討論 真的中央要有義務 把它說清楚 原因是 這影響著我們國產疫苗的未來 還有國人對國產疫苗的信心 它是要科學的 它是要專業的 最重要的 它是要公正 還有一項 一定要跟國際接軌 昨天也提到了 它未來將會是我們國人出國 需要通行的 通行證之一 一個疫苗的發展 一定是可長可久 拜託中央 不要急 先把世界各國已經成熟的疫苗 趕快買進來 剛剛已經特別提到 目前所有的問題都在於疫苗不足 不是急著要我們中央 要國家趕快把疫苗在不成熟的時候就推出來 而是找到好的 我們的快夠好 我們市長一直不斷的在提 最後一個 本身這個疫苗的施打 它是一個有志願性的 我想人民對國家的信任很重要 看起來是一個國產疫苗的議題 可是它代表的是一個對政府的信任 對疫苗的信任 所以我想這個議題 訴訟只是一個過程 最重要的是 是不是我們中央政府 利用時間 利用場合 利用機會 讓國人有信心